提到古装男神呢 娱乐圈并不少见 但男性的古装魅惑造型 还怎就不多见 不过这种造型 可不是谁都能hold住的 有人又帅又美 有人却惨不忍睹 山海经 张瀚 张瀚霸道总裁的形象 可谓是深入人心 而在山海经中 张瀚大胆尝试一人分尸两角 一正一反 可谓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等到开播之后 正派的半仙还好 反派就真的是没眼看了 演技暂且不说 造型你好点伤点心嘛 可这样 这样还有这样 是想作森的 妖娆也不是这个妖法 正是要把赤城黄绿青兰紫 全都传神人 明明是邪魅 或者那大boss 硬生生演成了 油腻的霸道总裁 除了造型人丑之外 那似是而非的烟熏妆容 也是让人无力吐槽 黑色眼眼上挑 还有云染看 多时是让人夸不出 轩辕见之天之痕 胡哥 胡哥可谓是一代人的童年男神 可就算有着逍遥哥哥的 举色驴精 也没能拯救他入魔的造型 在剧中 胡哥饰演的宇文拓 因为要夺取女娲时 所以在雪山之中 将自己的恶念原神分离 本以为胡哥 只会有演技上的不同 但没想到造型是 给了我们一个添搭的惊喜 黑白蒜头 龙絮流海 乌黑最醇 这什么跟什么呀 胡哥颜值再扛打 也不能这么糟吧 以前以后的对比 我不说你能看着这是以夫妻吗 半黑半白的沙巴特发现 上扬的眉尾 加上死亡的唇色 本来还想害怕来着 这一下子我可装不出来 如果说高伟光的东华帝君 让我坚持到清冷高贵 那么他的尚瑞 则是让我坚持到妖娆多姿 虽然两人都穿紫衣 但我想这样的东华帝君 风景是绝对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怕是跑都来不及了 喷天高发型 披散的长发 妖娆的姿态 不说是魔尊 他真以为是哪个骚手弄自个妖女 现在入魔的代价都这么大吗 再看看人物特点 有野心有毛略 冷酷无情 却拥有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让人心甘情愿向他臣服 魅力 你确定是魅力吗 高傲的东华帝君 怕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能变成这个样 但也不是所有男性的妖娆造型 都那么辣眼 比如陈伟婷和陈坤 鼠山战绩 陈伟婷 陈伟婷的血魔一出场 着实是让人惊艳了一把 前夕刘海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一招困心眼 倒是让人知乎驾驭不了 虽然头发完全是散的 但并不是简单的黑长纸 整体呈波浪妆 黑发当中还夹杀着红发 红色眼影的晕染 在霸气的同时 更增添了一份妖儿不媚的魅惑 活脱脱像是漫画那种走出来的男主 不少网友直呼 血魔美上天了 龙门飞驾 陈坤 陈坤是颜值和演技俱佳的实力派男演员 他饰演的余花田堪称传神 邪妹又阴柔的妆容 傲慢又妩媚的举止 这个阴柔的大太监 被他演绎的恰到好处 就算是反派也让大家超级行动 特别是这个谈发简直是人要美了 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依然不慌不忙沉着冷静 阴险毒辣不择手段 果然阴柔和娘炮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角色 大家甚至还给陈坤起了个长花的别称 不得不说十分贴气 乐片无数的小伙伴们 还见过哪些魅惑造型呢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讨论